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我想問一下 阿嫂呢 對你玩機械人和對你玩這個女性格 會不會有不同的反應呢? 其實我想說 在我的廳 對到正的電視機 就已經擺放了一隻 一比一 不是 死例如 自田黑也的死例如 嘩 自田黑也 到現在都知道有沒有問題 我不是說他反不反對 我想知道他會不會有不同的反應 他不會理我 因為他知道你也沒有用 所以就慳減一點口水 嗯 好啊 很開心的 已經開始了 好 先坐下來 好 護具TV第十 好貴 第二集 好 今次要介紹 厲害 叫做遲了交收 所以要等到今集才有 Date 麻煩你看 視頻 這個交給我 可以 好 繼續 大陸的生產 Hobby Max Japan 第二彈 零玻璃 上次介紹過這個 色科 明日香 今次 終於 都叫做到手了 不妨 同樣地給大家看一看 設計 是統一的 不過 我反而想說多一點 今次這個 明 不想說明 不是 零玻璃 本身你會看到 我用反一點點光 你會看到 其實這裡有一些 暗紋 零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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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就這樣看 大家猜不猜是甚麼 可能要更好 少少 這位觀眾 你猜不猜是甚麼 其他人知道 你來這邊 不知道甚麼 走過來這邊 這些圖騰是甚麼 我想說明是沒有這些圖騰 沒有 I feel 看到了 是 其實 留意 A B C D E F G H Z 一部分 全部都是用了EVA 裡面的character 或者仕圖 或者人物 等等 甚麼都有些 組成A至Z的字 所以我很欣賞這個設計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不妨也可以上 Radio EVA的官網 它其實有這件衣服 喔 這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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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 不過大家可以隨便在 EBA Mannara Care 等等 那些客戶做得很差 可以說一下 可能是運送途中 是運送途中 運送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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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拍一拍一拍一拍二拍 真的看看零拍 有螺子 真的要新的 所以我們現在要和他們開花 把花的操作 也要交給我 Therod 可能要安排 我這個要守住嗎? 手動吧 沒有 上次那個就是這個 Apple Store 限定的原色版 而今次我手上這個就是 正常的普通原色 它有一個是黑白版 或者叫淡色 但它的頭髮是灰色的 是呀 因為它真的要跟上本身的圖片 或是畫那張照片 將它形象化 所以它的調味會灰色很多 我想它可以更加更近 看看它更近 我們推遲哪個公仔 需要再推遲嗎? OK OK 這個全彩 米山舞繪製的插畫 今次就將它立體化了 其實本身也是有五個角色 為了慶祝這個Apple的十周年 這次第二彈 你會看到 寧波利用一個很 casual wear 的表達方法 以及 看到它套著帽子 以及戴著眼鏡 跟它平時穿這個戰鬥服 或者學生服 我就覺得是完全有不同的感覺 很酷 很酷 但是它的陰影也噴得很仔細 當然 你很坦白說 就著一些鋁figure 我特別是鋁figure 你要在這個 不露肉 沒有大腿 沒有曲線的情況之下 一隻東西還可以炒得這麼貴 是呀 這個就真是異數來的 但這隻東西真的炒得這麼厲害 這隻東西真的 它是因為量很少 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 一定要歸功於米山武本身這個設計 以及就著你會見到 這個寧波利給人的感覺是很近 很近的意思是 可能你走出街去到攝谷 你就會見到差不多一個 穿著這些便服走過的女生 另外 其實叫做轉了一圈給大家看 我想大家留意的反而是她的心口 不是是她的衣服 這個正正可以給一個close up 就是本身就著怎樣把福音戰士的元素 融入去A至Z 在這件外套完全表達出來 看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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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好像下面一樣 做了一個反光效果 有觀眾問你會不會加入五個角色 不會 我對於這個定真志和這個主分 對不起 我真的提不起 如果大家到時有入手的 就借我開箱 有位觀眾說 當所有figure都在賣大波大佬的時候 這隻簡直是一個清潔 誰知清潔就是二素 可以close up每一個細節 看看 就著凌波的淺藍色的頭髮 你會見到 上面慢慢漸變回下面的藍色 一些高光位 會用白色做處理 還有最美的就是她的眼鏡 做得很細緻 加上這個凌波紅色的瞳孔 看上去就整件事就出來了 還有本身你會見到頭髮和臉分了件 感覺是很立體的 你會見到另外在靚的三紋 也有做到深線和一些很淺的深淺色 但是它淺得來 你會將那個光和暗 是可以分得很清楚 飛出來的 那當然重點 也是在這一件有A至Z 而融合了這個EVA元素的外套 手指甲是已經塗了紅色的指甲油 那還有本身 我想在三 或者叫手袖位 那個陰影你會看得更加清楚 除了手袖位之餘 可以看到後面 整件外套的陰影是處理得非常好的 我想貴在這些地方 另外頂帽 會見到一個十字架 這頂帽的設計也不錯 當然 其實打側看你也會見到 那些褲的折紋和衫紋 是非常細緻 全部都有份陰影 很厲害 原價都14000日圓 沒記錯 這件白色衫的很細緻 最後我想鬆一鬆對蟹 你會見到其實衫是用了啞色 皮膚也是啞色 高光 衫有少少半光澤 膚其實大家留意都是半光澤 不過這雙鞋是用了光澤的顏色去處理 整件事變得非常漂亮 立即托起公仔去給鏡頭 等等 可能要賣一點 它有畫鞋的線布出來 連線布都處理了 還有鞋帶是分了件的 是嗎 對呀 你看到鞋帶有陰影 對呀 對呀 對墨也有光影 唉 這些沒有辦法 這些錢就要給它 鞋頭和鞋帶是光澤度很高 那些褲子的陰影看得很漂亮 是呀 很自然 其實它做了很重手 但是重手得來 看下去的感覺也很舒服 不知道鏡頭出不出到呢 因為鏡頭可能以為那個陰影是現場的陰影 其實那個陰影是它 在在褲子的不同地方的陰影都是困出來的 挺神奇的 連褲腳那些 對呀 它這個陰影是很 它後面很漂亮 對呀 對呀 你可以給大家看一看 對呀 這樣可以嗎 對呀 我覺得它後面很漂亮 由膝頭的後面開始 打到它 褲腳 其實是噴了陰影的整條褲子 所以整件25cm的Figure來說 1比7 這一件 你先不要管價錢 是一件很高質素的產品 無論是造型 上色 動作的編排 特別是三文的處理 對呀 而我自己來說 真是很喜歡它那個A至Z的圖騰設計 下了一些這麼trendy的時裝來說 真是沒有什麼說話好說 這錢真的要付 來到這兩個Close-up 對鞋很好 對呀 觀眾說 是否腳碰呢 我覺得這不算腳碰 你不線條 看不到穿上褲子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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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樣子也很喜歡原著的 尤其是喜歡原著的造型 就比較穩陣 對呀 當然你不喜歡原著 就不會掠到人這麼多錢 對呀 錢也是用EVA做牌頭 接下來HobbymaxJapan 第三彈就會是珍希波 到時候能夠入手的 就再跟大家分享 你珍希波也會 這三個不能離開 但至於這個定真寺 兩位男士 這個主婚的大家有入手 就借我玩一下 麻煩 那麗多轉多一圈就算了 這個角度已經看著鏡頭了 還沒有 好 最後十周年的台狀 跟上次這個色波 明日香是一樣的 有觀眾問下一套新五角色 又買不買 到時候也算了 不奇怪 這一套用到瘋狂來用 不要說香港 日本最孔的 六萬日圓 你真是瘋狂 你真是瘋狂 阿基拉那一輛 一比六電單車 都是現在香港好像二千九 二千九 二千七到有 二千七 二千七 快點 好 台機